肾上腺肿瘤案例 发现在胆囊窝区有转移肿瘤 医生建议放化治疗 因不愿接受化疗 于2020年11月4日 亲临公益点接受原始点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1.右侧肋骨靠心窝处 24小时一直疼痛 2.腰椎痛 3.走路半小时会累 精神和体力差 原始点调理细节 1.按推 每天到中心全身按推一次 2.内热源 调理的第一天 用干姜片80克熬煮浓浆姜汤喝 第11天开始干姜片 增至100克加红参半扎 过后在第56天 干姜片加到150克红参半扎 3.外热源 每天温敷时间接近15个小时 白天用暖贴敷换处 原始痛点推姜泥 敷姜块 在家用红豆袋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4.饮食 善用温热性素菜 馒头 尽管天气较热都是五谷杂粮西周为主 喜欢姜丝大蒜放点酱油直接吃 5.运动 前期调理早上绕中心慢跑四圈 上下午各做两套八段紧加甩手运动 下蹲爬楼梯与散步等 后期运动量逐步增加 调理的过程 2020年11月5日调理第一天 按推后 心窝处的疼痛感有所疏解 晚上10点多 一觉到早上6点半起床 11月9日调理第五天 因连续两天吃了三餐的油豆腐和水豆腐 心窝疼痛得很厉害 按推及惯常都无法解症 最后只能吃止痛药缓解 11月12日调理第八天 精神状态较好 通过引导慢慢放下对疾病的担忧 早上运动可一次性爬三十层楼梯 然后撞墙二板下 下午做甩手操三十分钟 一天运动量约一至两小时左右 11月16日调理第十二天 心窝疼痛症状开始改善 脸色变红润 体力上升 家人也能感觉出效果明显 12月10日调理第三十六天 心窝前右侧疼痛完全改善 但左侧的腰运动后会有点痛 在痛处敷上姜仪很快就不痛了 12月30日调理第五十六天 右侧腹齐下面微微不舒服 两侧胸部按着会有微痛 因疏尿管痛和小便尿血 便加强温敷与按推 几天后经小便排出花生米般大的结石 那一瞬间感觉特别舒服畅通 调理六个月后 右侧肋骨靠心窝处 与腰椎的疼痛完全康复 体力非常好 健步如飞精神饱满 我愿意分享原始点医学的调理经验 希望能汇集更多有缘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